霹雳太平拉绿山 自2019年发生土崩后宣布封山 加紧修复山路 州政府预计今年9月或10月就能重开 但也只开放让访客徒步登山 同时计划打造绿色民宿 推广有序预留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太平的路 其实也不是太稳定 然后就是如果说用车伤的太多 有可能路会不稳定 然后会带到危险给大家 第二也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整个情况 就是我们要promote整个青色旅游 我们要promote那个sustainability 掌管旅游工业投资及走廊发展事务的 霹雳州行政议员罗斯益 公布2024年霹雳州旅游年计划室透露 他将和掌管科学环境及绿色科技事务的行政议员 郑柏林合作增设拉绿山的绿色民宿 到时也会重开两处营地 州政府将启动校网霹雳为主题的旅游运动 推广2024旅游年 目标是吸引800万本地游客和35万外国访客 到访观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